嗨大家好 我是小胖 我一个朋友啊 还是今年几岁呢 今年6岁刚上小学 他想问一问我 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 他说你看你这练搏击 练这么多对吧 你说我儿子先学点啥呢 这些搏击书里边 众多搏击书里边对吧 说实话搏击书里是有笔诗圈的对吧 最笔诗的什么 最低打呢 可能相对于传统武术和这个跆拳道 当然我说这个低打 不是说哪种低打 是我恨多 包括搏击人认为他们这个实在能力相对较弱的一些啊 不是说这个武术本身低端 你知道我这意思 台渊道和武术 他问我推荐什么 其实我真正推荐的 他本身是想因为我是在楼道书上的嘛 他是想通过我的管机 让我给他找到一个相对不错的楼道馆 或者是空手道馆 或者是一些综合格斗的道馆 但是我跟这孩子也聊了几句 然后包括我自己的经验 我最终推荐他的是什么呢 是台拳道馆 为什么呢 对吧 你就说我也是 我也学过台渊道 我对台渊道一直认为 很鸡肋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实战其实也不是那么太强 但是为什么我最终还会推荐他练习于台渊道呢 其实很简单 首先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 他之所以能活起来 一定有必然的因素 一定有他的优点 这个东西就跟麦奇车一样 对吧 为什么谋魂品牌的某种车销量长年第一对吧 长年第一这么多人黑的这么多人喷的这么多人骂的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他的销量依然最高的一定有他选择的道理 太狭隘太少 并不适合大众链 这也就造成一种什么 你会发现 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台渊道馆 对吧 我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放在五公里之内可能有十家 我可以每家进行对比 毕竟我是专业的 对吧 我可以跟他还是去看 每一家教练教学过程 包括教练 我感觉那家好 我可以推荐他去 十家选择一对 不可能说十家里边都是混吃等死的 一定有相对比较不错的 对吧 我可以推荐的孩子上这家去 以我专业的眼光去看 这家不错 教练教的不错 教练的方法 包括环境都挺好 那你就去他家 那仿官如果我推荐他柔道馆 那很尴尬的 方圆十公里之内 首先有没有柔道馆 有柔道馆如果离他家很远 他送去接孩子是否方便 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去对比 可能整个沙阳一共就十家 分布在这么大个沙阳市 你怎么每家去对比 你对比少了 换句话说 陶游闹馆实际可能100家 这十家不行 还有90家整合的 总有一家 是相对教学比较稳定 教练水分比较高的 但是不好意思 别的搏击数 你很难找到相应水分很高的 教练不说没有 对吧 当然也有 但是基础你得碰 陶游闹馆难道教练水分都很高吗 那当然不是 对吧 也有很多很拉胯的 还有很多数成班出来的教练 但是最起码我能分辨出来 对吧 我以我的眼光会推荐他学台语道 还有一个是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台语道是一个入门简单 相对比较简单 能给孩子成就感的这么一个武术 为什么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腰带就跟我们玩游戏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你水分到一定程度的你就会升级 升级呢 就属于你换了一条腰带对吧 给孩子有那么一个笨头 就比如说你我在努力学半年 我能变成黄带了 对吧 我再努力 我变成绿带了 我再努力往往上一段一段的生带 会给孩子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鼓励 这么一个感觉 其实腰带制的这种搏击素 我是非常赞成的 因为这个东西会给孩子一种充逊 感觉一种荣誉感 就是像我们当时以前上课的时候 对吧 给小孩上课 我说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就是 他不会打孩子 不会骂孩子如果这场表现很不好 那很容易把你身上的腰带取下来 跟你换成现在白色的 在你的 在你的表现没有达到他满意的情况下 无论你之前用的腰带是什么 你在我这上课只能系白带 那孩子就会 非常珍惜自己得自不义的腰带 他就会非常努力地学习 争取把自己曾经的腰带 从教练手里再赢回来 这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这也就是我首先先推荐 有腰带的竞技比赛 还有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说会推荐台学道呢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是通的 咱为什么说通的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台学道练得好的话 这孩子转到其他的搏击跟武术上也不会太差 方官你这个孩子连台学道都不喜欢练 他也练不好 那无论你把它放到什么环境里边 教他什么搏击术 他最后都会一事无成 因为他不是这块料 他不适合去训练这种东西 孩子练完台语道之后 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阻断判断 就是我想什么 我喜欢什么 对吧 家长可以尽量引导他去看一些 跆拳道比赛呀 空手道比赛呀 自由搏击比赛 三打比赛呀 泰拳的比赛呀 对吧 UFC的比赛呀 因为孩子会发现 原来他们跟我们练的都是这样 都叫搏击 通成为搏击术 这个时候你再看孩子 可能孩子自己会提出来 哎吧 我想练一练你看我看怎么摔跤挺练的 你看我练练这个东西 如果你孩子很有天赋的情况下 那你当然可以让孩子去训练了 对吧 你要知道 台语道很小年了就可以练 你像类似于泰拳呢 包括中学格斗啊 这些东西 年龄稍微大一些 在练 对小孩身体没有影响 反观台语道 小点练也无所谓 说白了 对身体本身 就是不过度训练情况下 对身体是一种好处 因为台语道着以腿法为主对吧 很多 撑腿 撑胳膊 撑腿啊 也有助于孩子的生长 你如果你一旦像我 比如说你练学柔道的时候 你需要抓具 你需要练力量 你需要练腰腹 对吧 需要练深蹲 需要练窝腿 但这些东西一旦 很早的 过早的去介绍孩子的训练 很可能对孩子未来发育 造成影响 这就是我现在为什么推荐 可能孩子很少 先接触台语道 接触个一年 看孩子是不是 适不适合学这种东西 想不想学 然后再听孩子的意见 因为他接触到之后 他才明白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就想非常帅气的表演 对吧 就是非常炫酷的表演 那好 那你就继续练去台语道 台语道这些腿法 技法满足你足够要求了 那我就希望这种人之间的对抗 对抗性强一些的 对吧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看这么多的搏击数 对吧 找你一家相对比较多的一点 你去学习 无论学习什么 这些东西在我看来 要比学习什么英语强多了 对吧 要比很多所谓的文化上学习 要强很多 因为你会发现 真正的文化的学习 我们在学校都能学到 对吧 我们未来的教育也是这样的 你会发现 在学校能学到这东西 我认为不必要给孩子 花额外的钱去学习 反而学校教不了的东西 才值得我们家长去投资 去花钱 去让孩子接触这个教育 所以说如果你家 对吧 城市非常大 其实无所谓 你的选择是很多 对吧 你要说城市 比如比较大的城市 那空手道很多 对吧 如果台湾道跟空手道之间 让我去选 我也可能会让孩子选择空手道 因为我认为空手道门槛会比台湾道高一些 换句话说 空手道转别的武术的难度 要比台湾道小很多 但是反之道理是一样的 空手道入门也要比台湾道难 对吧 只是 可是就像开车似的 你是从一档起步还是二档起步 其实都能起步 对吧 取决于你怎么起 一档起步可以不能给油门 二档起步呢 就得给点油门 相对他就费油 起车的一瞬间就费油 也就意味着孩子学习 刚接触的时候 他会稍微费一些劲 但是学完之后了 那就OK的 他转到任何别的搏击术格斗术里边 相对都比较容易 这就是我对孩子 应该学习什么武术 这么一个观点 对吧 记住一句话 如果学台湾道 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专业训练机构 一定要看教练人品 看孩子 看环境 这些东西很重要 这些东西学好了 最起码 你儿子练这个东西 是正经八百里跆拳道 而不是野路的练的那么玩意 好 今天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